之前这只挂在树上的大熊猫就是嘉欣 也是那个给北辰喂奶的小熊友 嘉欣出生在2022年 妈妈是野生大熊猫家园 嘉欣从小性格很温顺佛系 上班就跟两脚兽一样 喜欢摆烂 如果花花爬树是为了爬树 那嘉欣爬树则是为了摆烂 一大早出来上班 嘉欣就会找棵树 先挂为敬 如果奶妈不喊她 她能自己在树上挂一天 因为太出圈 被风花抢先领养 从此喜提外号 生之嘉欣 根据观察 嘉欣在树上会有不同的挂法 第一种是卡博式挂法 嘉欣宝宝表示自己没啥才艺 来给一门表演一个上吊 说错 是自挂东南枝 要不是看到她屁股下面还做着一根树枝 还真以为她卡住脖子 于是奶爸就劝一下嘉欣 要不咱们换一种挂法 因为第一种有点吓人 嘉欣说好吧 于是改用晾晒式挂法 远看像在晒玩偶熊 还有身材很好式挂法 这修长的身材 漂亮的脸蛋 唯美的睡姿 就问你像不像小龙女 为了让姨姨们指挥票价 嘉欣还会表演杂技式挂法 就是直接悬空挂在树上 就问你服不服 不过有次她的宝座被小熊友霸占了 嘉欣只能缩在树枝上睡觉 就像接在树上的果实 好想把它摘下来 由于喜欢挂树上 让她成为收猫困难户 光靠奶妈的嗓子喊 根本喊不行 于是基地试过动用喇叭 水枪 最后还是文静看不下去 爬上树把嘉欣摇醒 嘉欣表示会血 你以为她下树了就自愿回去了吗 才没那么容易 基地经常要出动两个奶爸 像台珠一样把嘉欣抬回去